在封神大战中 以名门正派而自居的禅教 先后共出现了三个叛徒 他们分别是不顾同门手足之情 四处妖人攻打习奇的禅教二代弟子神功报 以及得到恩师法宝后 违背失命捣返习奇的禅教三代弟子英教 英红哥俩 在这三任中 英教 英红在背叛师门后 遭到了其恩师清理门户 并且所用的手段都非常残忍 而神功报则不同 其恩师原始天尊在知晓神功报恶行的情况下 不仅没对神功报痛下杀手 甚至还纵容他的所作所为 那么问题来了 同为禅教叛徒 英教 英红和神功报为何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呢 英教 英红是伤咒王之子 因为受到其母亲江皇后的牵连 而遭到咒王下令追杀 好在有禅教精先广成子和赤金子相救 这兄弟二人才得以拓难 之后 英教便拜了广成子卫士 英红也拜了赤金子卫士 当封神大战开始之后 禅教众仙纷纷纷派出弟子门人 带着法宝下山协助江子牙灭中新洲 见此情景 赤金子也想到了让英红下山协助江子牙 但由于英红的特殊身份 赤金子派英红临阵倒戈投奔伤咒 于是就让英红发下 辱若投奔伤咒 便化为飞回的毒室 在英红发下毒室后 赤金子便把阴阳镜和八卦仙衣 这两件法宝交给了他 没想到 英红刚下山就碰到了深宫暴 并在他的策反牙倒戈 相向加入到了商州大军 凭借着赤金子赐给他的法宝 英红曾一度让江子牙军队陷入困境 之后赤金子亲自下山劝向英红 不曾想英红却用手中法宝 来对付西伦恩师 而他的这一行为 也彻底惹用了赤金子 于是赤金子便到八经宫 向师伯太上老君借来八卦图 并用此图将英红化为飞灰 英交和英红的早与类似 只不过英交在下山前所发的毒室 是如若临阵倒戈便手黎处之恶 当英交带着樊天印下山之后 同样也碰到了深宫暴 同样在他的忽悠下 也倒戈相向加入到了商州大军 并用樊天印接连打伤了 众多产交门人 甚至说连来劝降的恩师广成子 也不放过 无奈之下 广成子只得四处奔波去 寄来五方七 并以此镇助樊天印擎和英交 在这种情况下 英交自然难逃黎处之恶 英交 英红临阵倒戈充当盘徒 是他们的第一大罪 以下犯上 大逆不道是他们的第二大罪 因为犯有以上两款大罪 所以产交才会以最残忍的手段 来清理弄户 让他们俩都因事而亡 神公暴是原始天尊的小徒弟 因不满恩师将封神众人交给江子牙 而四处邀请各路散仙驻咒发州 在这一过程中 神公暴多次不顾同门情谊 遇至江子牙于死地 也因此而成为了产教的叛徒 神公暴在第一次被原始天尊抓住后 封神原文写道 原始天尊命黄金历史 接起麒麟牙 将这业障压在此间 待江上封过身再放他 由此可见 原始天尊并没有想要神公暴的命 之后 为了脱身 神公暴又在原始天尊面前发下毒誓 封神原文写道 公暴曰 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当江上 弟子将身子塞了北海岩 虽然神公暴发下了毒誓 但他并没有谨守誓言 在之后的万仙镇中 神公暴竟公然坐镇于结角的万仙镇中 公开于产教为敌 当然 在大破万仙镇之后 神公暴也因了誓言 被原始天尊捉住后 拿去塞了北海岩 在这里有一个细节 但凡封神榜上有名指认死掉之后 作者都会强调 此人灵魂去了风神台 而神公暴被塞北海岩之后 作者并没有强调此话 由此可见 神公暴此时并没有死 也就是说 原始天尊根本就没处死神公暴 而之所以原始天尊 要放过神公暴这个盘同 是因为从头到尾神公暴 都是原始天尊手中的一枚妻子 原始天尊受命掌控封神榜 要封分365部正神 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 禅教门人的上榜人数 原始天尊只能用结角门人来凑数 但结角通天教主又明确规定 结角门人不得私离洞府 于是原始天尊便动用神公暴这枚棋子 让他去受去风神榜上365部正神 当然 神公暴也做到了这一点 凭着自己的三寸不乱之舌 把众多结角门人都引到风神战场 顺利地帮助原始天尊完成了风神大念 还有 神公暴虽然背叛了原始天尊 但他从始至终并没有做出一家饭上的事情 因此原始天尊才留了神公暴一名 宗障所述 英教英红不仅当了禅教的叛徒 还做出了一下饭上的行为 因此也得到了悲惨的结局 神公暴虽然当了叛徒 但他却间接地帮助原始天尊 完成了风神大念 也因此而得到了特殊